台湾现代版画之父廖修平 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台湾民俗还有寺庙的符号 在世界版画当中创造出台湾独有的艺术美学 他最近邀请了20位台湾版画大师的作品 举办台湾50现代版画展 上下对称一鸣一岸的半圆 表现太阳的升起落下 七彩的建层背景散发出金属光芒 这是国家文艺奖得主廖修平的经典之作 东方节 像我这些作品是我们的宗教民俗 就像经典前有衣服剪刀雨伞 这就是象征我们拿这个东西 到给大家生活上也方便 所以我们借用这个 然后借用颜色把它代表比较喜气 或者幸福会来 就这种方式来表达 廖修平的创作结合东西文化 深具文化意涵的图腾符号 塑造出独有的文化与会 常年推动现代版画艺术 被称为台湾现代版画之父 从木板 铜板 卷板 现代版画发展至今 制作媒材也跟着多元起来 有印制在玻璃中的也有大型纸浆创作 不少版画名家也开始利用数位科技 它因为必须应用到电脑还有用摄影的技法 然后在电脑里面用Photoshop 或者是illustrator在构图方面 在它可以增加手绘 在它的创作方面是比较环保的材料 因为它是用水没有用chemical 只要发现新的版画技术 廖修萍就会向童号介绍专研 也在展场中布置各种版画工具及模板 让我们更深入了解版画跨领域的艺术之美